大家好,我是周何欣 将军澳发生谋杀及企图自杀案 一个23岁男人死亡 警方拘捕他55岁的妈妈 警方说昨晚大约10点接报 是明川线礼留一个单位 发现一个女人神志不清 为疑曾经服食老鼠药 而她的儿子颈部有被勒过勤迹 已经死去一至两日 据了解一个女人患有精神病 警方初步调查为疑 一个男人吃过混有安眠药的食物之后 被人用电话线烤死 单位内检获大量的药物 我们的调查方向 我们会看看被捕人和死者 他们之间感情好没有 他们的财政状况 他们的背景 或者他们的健康状况 都是我们的调查方向之一 一个十二岁男童 进食期间为疑疼昏迷 送院抢救两日之后朝早不治 警方前日下午五点几接报 黄大仙捉完南村荣原流对开 一个男童进食期间为疑疼昏迷 送到明外医院 据了解男童进食了牛丸 他同日转送马加烈医院 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 直到今早八点几证实不治 中环湾仔绕道全面通车 早上交通畅信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提醒市民 明天第一个工作日 上班之前要留意交通情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